俗稱為瘦瘦比的一種降血糖藥 益州糖 因為同時有減重效果 被許多人當成減肥利器 大量搶購的結果 造成全球大缺貨 導致真正的糖尿病患 沒藥可用 國內大約有二十五萬人受到影響 用來控制血糖和體重的一周糖 俗稱瘦瘦比過去常被糖尿病患者使用 不過近來因為適應症包含減重效果顯著 因其減重足增相自費購買 造成國內缺貨供不應求 年底會供貨 但是最新消息是說會缺到二零二三之後 但詳細的時間我們還不知道 大概一千多塊 現在說市場說會到一萬塊 但詳細的價格 我是不太清楚 一周糖卻或慌合時有解目前還是未知數 根據瞭解一次因為藥廠生產線轉換等因素 才出現供貨斷鏈 新陳代謝科醫師表示 一周糖過去會受到糖尿病患者喜愛 是因為他一周只需要施打一次 還能減重 和傳統胰島素天天施打 能大幅降低病友對針頭的恐懼 現在卻出現斷貨讓許多糖尿病有大感不方便 替代的部分就比較可惜 就是目前沒有所謂這個蒸劑可以替代 所以唯一就是有口服的藥物 但口服藥物目前沒有健保的部分 很貴 一顆要兩百塊 等於是每天要吃一顆 目前國內因為斷貨影響的糖尿病 有約有二十五萬人 必須改用其他藥物 而糖尿病學會嚴厲拼 將糖尿病的口服藥瑞貝市 爭取納入健保給付 期盼讓糖尿病有多一項選擇 記者 中島